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生族 上班族可以利用网店赚取外快 更有人能利用网店来实现眼球经济 赚取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 毫无疑问 网店也难成为了互联网创业的又一个新的盈利点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 它所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和深远 网店是什么呢 它是电子商务的一种形式 是一种能够让人们在浏览的同时进行实际购物 并且通过各种在线支付手段进行支付 完成交易全过程的网上商店 网店与电子商务的发展息息相关 在电子商务发展的早期 一些零售网站也称为网店 如当当网上收店 亚马逊网上收店等 随着这些网上零售网站的快速发展 其经营商品品种也越来越多 规模也越来越大 因此这些独立的电子商务网站 不再称之为网店 而改称为网上商城了 这些网上商城除了自己销售商品之外 而且还为其他企业提供租用网上商店 或开设网上专卖店的业务 目前大多数的网店都开设在 淘宝 天猫 京东 当当 亚马逊等 电子商务平台上 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 催生了不同类型网店的兴起 根据电子商务的模式 网店也主要分为B2B C2C和B2C网店三重模式 1999年阿里巴巴 当当网 玉区网 电子商务 在中国相续诞生 早期的B2B网店主要是营销为主 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的媒体优势 做企业情况且产品信息的展示 并没有真正实现交易的闭环 2003年淘宝成立 淘宝以免费的方式吸引商家入住平台开网店 促使了网店的快速发展 2004年支付宝推出 直接推动了C2C B2C电子商务的发展 培养了随段用户在网上进行购物的习惯 到2009年淘宝网在中国C2C网店的规模 占到高达80%的比例 一直稳坐中国C2C的头把交易 在线交易习惯向上延伸至B端 促使了B2B在线交易蓬勃兴起 2006年京东成立 京东从3C产品开始 以更可信的品牌形象和更优的服务 成长到B2C电子商务平台 举足群众的地位 京东商城的新型的服务名模式 无疑对淘宝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淘宝认识到B2C对C2C的替代性竞争 2008年淘宝商城成立 2010年苏宁易购正式上线 同年淘宝商城独立分拆运营 2012年顺丰优选宣布成立 而淘宝商城正式改名为天猫 电子商务渠道网店 对传统渠道实体店的冲击和替代 开始逐步显现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各种微电运运而生 比如口袋购物 微信小店 微电网 手机微淘等等 手机上的各种电商APP 进一步地促进了网店的发展 使网店的形式更趋多元化 网上商店自从其产生出现之后 就迅猛爆发 毫无疑问 正是其自身具有的巨大潜力 奠定了其在电商务中的地位 对网上经营者网上创业具有以下的优势和特点 一 开店程序简单 方便快捷 个人要开一个店铺 不像开私里店铺 必须要到工商注册 货物采购等过程 只需点点鼠标 打开键盘就可以开一个网店 二 不易压货和占押资金 不需要压货和占押资金 也是网店吸引人的一个特点 传统的商店进货资金少则几千 多则数万 而网上商店则不需要压资金 完全可以有了订单的情况下面 再去进货 网上商店进退自如 没有包袱 传统的商店如果不想经营 得把原来积压的货物处理掉 而网上商店因为存货较少 就没有这个包袱 随时可以更换品种 或改行做别的生意 三 交易迅速 买卖双方达成意愿之后 就可以立即付款交易 通过物流和快递的形式 将货物送到买家手里 四 打理方便 不需要请店员看店 把货物摆放上货架 整洁陈列 开店前进行盘点等这些 琐碎的店铺管理工作 店铺打理一切都在网上进行 网店程序和工具 能够帮你轻松管理店铺的运营工作 五 形式多样 网店的形式灵活多样 你可以根据自己经营项目 总能够找到合适的网店形式 有个人对个人的C店 也有公司对个人的B店 还可以面向国外客服提供货物买卖的跨境电网店 六 信任最重要 在线交易不能提供实实在在的亲身体验 造成了买家往往喜欢与自己更信任的商家交易 所以如何赢取买家的信任 赖买家更有更高的回头力 决定了网店能否持续经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七 服务人群更广泛 不管客服离店有多远 在网上客服一样可以更方便的找到 所有人都可以在网上买到您称心如意的商品 只要你可以上网有网上银行卡 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随时购买 省去了你不少的路费 这令消费者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变得更加广阔 网上商店所面对的是全国来自全球的消费者 这个潜在的市场是单个商店 甚至大型商店都无法相提并论的 只要网店有特色 经营得趣 网店每天都能带来成千上万的客流 大大增加销售收入 八 分销 可以到分销网站进行分销 成为供货者的分销商 分销只需要进行上价就可以卖了 最主要的要找到好的供货商 它可以教你如何做 并且便宜的采购价可以更有效的赚钱 并且比较潮流的商品可以通过分销找到 品牌商品 创意商品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我有个学生在淘宝网上开了一家金星女装店 采取的就是这种销售模式 它到网上一联网等一些分销平台上面进行采购 直接把商品分销到自己的淘宝网 无需存货 只要对商品的素材图进行图片处理和优化 就可以发布到自己的网店上 这优势使得店家可以把租金 货款等节约到商品的单价上 网上商品的价格也因此比传统的店铺低很多 这种价格优势也成为了网上店铺竞争的一个重要的砝码